县议员叶仁创为了要更好的来服务相亲 每个月会不定期邀请立委菜培会到服务处 做联合服务的工作 叶仁创议员表示 有许多案件牵扯到层级 需要中央级的民意代表来协助 下次联合服务的时间 也将会在11月来办理 欢迎相亲有需要都能够来服务处奉茶 其实服务案件还蛮有趣的 一方面可以解决相亲的一些问题 二方面其实也藉由每一件 每种类型的服务案件 其实我也可以从当中学到一些 很多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那其实要非常感谢蔡培会委员 每个月现在常态性 都有来我的服务处 来做一个联合服务的一个旗程 那么下个月就是在11月4号 一样是礼拜一的下午4点 还是有做了一个联合服务的一个工作 这次的服务案件中除了浓水路案件的协助之外 也有一个叫跑寿山的越野路跑团体 希望民意代表能够帮助他们宣传以及推广活动等等 业人创议员也再次强调 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都能够不吝离 来到服务处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替民众解决问题 这个举办活动的承办人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也尽可能来结合看公司部门的一个资源的帮忙 那么也有其他比如说农水路的部分 关乎我们一些农友 他产业的运输也好 人员的出入的安全也好 也是来这边来希望我们求取我们的协助 然后其实很多议题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的相亲 有事来找业人创 我都会尽全力来为各位服务 为了提供相亲更好的服务 县议员业人创每个月都会不定期邀请立委 菜培会到服务处举办联合服务的活动 业人创意员欢迎相亲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都能够不令指教来到服务处 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替民众解决问题 记者陈伟一 普利采访报道